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福老师团队 简易无头栽培农场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啊 关于一些在黄瓜上 那么杀菌剂 它的一些用法 一般的对于咱们黄瓜种植后来讲啊 一个最大的难题啊 秋檐后 那么霜降以后呢 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 那么大棚里面这个黄瓜椰片 这个露水呢 非常非常的大啊 很容易导致一些霜霉啊 或者是一些把斑发病啊 或者是一些病发的一个症状 这就要求呢 我们要比如说降低大棚的湿度啊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呢就是要使用一些杀菌剂 去进行预防或者是去进行治疗 很多朋友呢就会提到一种药 这个绿锈性尿酸 咱们很多朋友呢 说这个绿锈不敢用啊 说什么被别人吹嘘的过一大 实际上不是啊 一般呢我是喜欢用这个绿锈的啊 当然了我并不是单用绿锈 我的使用量的一般是20克 我们在二次进行吸湿的时候 绿锈呢首先要进行吸湿 吸湿完绿锈以后呢 我们再去加入一些像棚啊 一些钙啊 这样的一些中微量元素啊 然后呢再去配合别的这个杀菌剂啊 比如像春蕾 葵灵铜 或者是恶童经商座 双眉威 吸湿马铃 等等啊 这样的去配合使用 那么绿锈维钦尿酸 您呢最好是要提前的给它化掉啊 吸湿掉 然后再去混用 否则呢 您很容易导致冒泡 其反应 或者是效果变畅 等等 导致这样的一种情况